请点 南投温泉季 在这样特别的开幕仪式 宣布活动正式开跑 为了迎接冬季期间 南投县最大的观光盛会 从县府以及业者 可说是卯足全境 希望吸引全国民众前来游玩 服役我们全国的国人 多利用休息的时间 多提倡到我们南投县来做旅游 来这边泡温泉 享受大自然的风光 我们的活动会延续到我们12月底 我们的国庆香以及仁爱香的餐厅 以及国庆的民宿 饭店业者都祭出了一些优惠 有7则有8则甚至到9则的优惠 北港系温泉是属于碳酸氢纳泉 并且获得政府的认证 而国庆香是出了名的 生产水果以及咖啡的地区 所以来这边泡汤游玩 在地一员邱美龄 保证大家可以享受一趟 超值的旅游行程 国庆香天然的资源 气候下所孕育出的水果 真的是别有风味 大家真的可以进来泡温泉 然后吃我们的特色农产品 欢迎说大家来这里泡温泉的时候 也可以喝喝我们的咖啡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回票价的旅程 南投县共有三个温泉区 选择在这边开幕 象征政府及地方人士 对这地方推动观光的企图心 虽然北港系温泉开发较慢 但经过大家的努力 现在全国观光地图上 已经可以搜寻到这个地方 议员林芳怡也对北港区温泉 未来发展有高度的期待 感谢县长能够这么注重各乡村的发展 我相信加以十日南投县会是一个最适合我们居住 还有最适合我们做深度旅游的一个地方 欢迎全国的各地的好朋友们 可以有空过来走一走 南投县观光处表示 在这场南投温泉季开幕后 普里温泉 东普温泉也将陆续登场 而每个地方都会推出各种免费的体验活动 内容是相当丰富又精彩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现在就可以安排时间 前来南投泡温泉 米熊怀怀 国性采访报道